今日記者會的主題是 速發部與Google line meta 強化網路防詐措施 首先向各位記者朋友介紹今日的出席長官 首先要介紹的是 速發部林怡靜次長 素產署林俊秀副署長 素產署平台經濟組施偉人副組長 打仗工作也需要公司聯防共同打仗 今天三大平台業者也來到我們的會場 我們按照英文字母的順序來進行介紹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Google台灣政府事務及公共政策副總經理陳佑珍 Line 台灣公共事務副總經理林若芳 Meta 台灣公共政策總經理陳毅如 現在我們請速發部林怡靜次長進行致詞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都知道說現在 我們政府已經通過了打炸專法 然後我們速發部現在又積極的在開發測試我們 現在的那個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 那 在這個過程中很重要的合作夥伴就是今天在場的 三家國際性的大型媒體平台 Google Line 還有Meta 那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說以我們在打炸通報查詢網 我們當我們確定說那個 有人去訪問某位名人的時候我們會趕快把這些資訊我們都 就是PASS給這三家業者請他們協助下架 那之前呢 因為我們這個作業很多都是用人工在發E-mail 那我們現在有了這個新的這個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之後 我們這個E-mail現在已經是自動發送的 然後我們再希望說在以後呢我們還可以做到城市的自動對接 大幅下降降低我們就處理的時間 而對三家業者來講的話 也可以減少他們一些困擾 為什麼呢 因為 以前他們收到這個通報的時候 他們自己本身都必須去做查證 那我們政府現在就是可以幫他們 就是進行確認 我們譬如說如果有人仿冒謝金河先生的話 我們就直接發信去 由政府來 幫他們做確認的這個事情 直接發信去問謝金河先生說 這個是不是仿冒你的詐騙行為等等 所以很多很多的那個公司合力的事情要 進行 那也非常感謝 就是說在過去這段時間 這三家業者都非常的配合 然後他們也非常的主動 他們有很多 各自在做那個打炸的工作 那我們今天就是很高興 跟他們一起來開這個競爭會 就是讓大家展示一下我們公司協力的一些成果 好謝謝 謝謝林市長 現在我們請 數場署的施惟仁副組長進行簡報 市長副組長還有 三大平台 請各位媒體的大家早上好 那本 本部 現在先簡單說明一下本部有關於 針對高風險的網路詐騙的一些處理和作為 這一頁是大堂請參與 請下一頁 首先說明一下高風險照片廣告的一個運作方式跟生態性 對 最左邊的部分就是 一般的我們的 像Google Meta 這些大型的數位平台 它上面的 民眾一般都是一個正常 就是 都是好的 少數的詐騙集團 它會隱身在其中 然後他們會把 這些詐騙集團不法分子 會把我們的一些 民眾 導引到所謂的封閉性的一個群組 然後 讓他們在這裡面去對話 這個封閉性的群組 可能就有很多是詐騙集團 隱身在其中 然後 最終的目的 他們希望把他導到 所謂一對一的私聊 那一對一的私聊的好處 就是希望說 讓他這個 民眾可以上溝 然後去匯款 然後最後 詐騙集團拿到錢了以後 就透過洗錢的管道 把錢給洗走了 那是整個詐騙的一個生態系 在整個生態系裡面 數法部所扳任的一個 角色和作為 就是在最源頭的 數位平台那邊去把這個 詐騙的一些訊息 廣告給阻斷 不要讓民眾可以接受到 這些訊息 然後進入到後面的一個 封閉去除 和一對一私聊這種情況 那最後端的那個 金流 以及所謂的洗錢的部分 那是 郵金管會跟 法務部 他們或內政部 他們來去負責 請下一頁 那在打炸專法通過以後 那我們未來就會有一個 法律的依據 去質詢這些詐騙廣告 就源頭詐騙廣告的一個 通報跟下架的作業 但是 他還是需要有一個 所謂的配套的指法 就是所謂的一定規模的 一個數位平台 我們 出發部要公告 在這個還沒有公告之前呢 我們現在跟三大平台 數位平台一個合作方式 就是透過他們的一個 自律機制 以他們的一個社群守則 然後去辨別這些 詐騙廣告 然後去下架 下一頁 那本部在處理 在處理這些詐騙廣告的 有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去年12月 1月12月開始 我們就 透過 在通報 透過前面那個 集資律的方式去通報下架 那第二階段 從1113年 就今年的5月開始 我們增加一個 公眾人物的通報 也就是說 這些名人 他如果發現他自己的一個 自己自身被尾貌的話 他也可以來通過通報 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管道 那在今年的第四季呢 就是剛才我們次長講的 會預計 上一個網路詐騙的一個 通報查詢網 那這時候會增加民眾通報的一個管道 所以這個 通報管道會更多元 最後一個階段呢 我們希望通過公司協力的部分呢 讓所有的業者跟平台 也可以加入我們這樣的一個 網路防詐的一個作為 建構一個完整的數位新任生態系 請下一頁 在網路詐騙廣告下架流程的部分呢 包含前面的 民眾 民人 或是我們資安院的AI掃描 以及未來各業者 一個協力 我們透過我們數碼部的網路詐騙 通報查詢網 可以把它分流 第一個如果他涉及到各部會的 全責機關的 我們就分案給全責機關 讓我們去確認是不是詐騙廣告 以及詐騙訊息 那如果是民人的部分就有本部 直接透過民人來去確認 只要確認這些是詐騙廣告 尾貌廣告的話 我們就會 通報Google Meta 9 來做一個下架的動作 下一頁 以上是本部的一個簡報 那這個 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 接下來那個 我們這邊的一個數位 數發部的一個網路詐騙 塔群通報完 就是 未來就是會擔任一個 蠻重要的角色 這樣說明 謝謝 謝謝 謝謝師傅 副組長 現在我們請Google 進行防詐措施的簡報 由陳佑珍 副總經理 副總經理進行簡報 謝謝主持人 次長 林副署長 師副署長 還有現場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陳佑珍 我在Google 負責政府事務及公共政策 今天非常謝謝 書發部邀請我們跟 業界夥伴一起參與 這場記者會 那我們希望跟各位分享 Google如何守護使用者 在網路上的安全 同時維護數位廣告 整個生態系的安全 那 下一頁 Google的使命是要匯整全球資訊 供大眾使用使人人受惠 讓大家都可以得到幫助 所以我們用非常負責任的方式 不斷地積極在調整我們的產品 產品的資訊 以及利用科技 來完成這樣的一個使命 今天我想跟各位 分享一下 我們有什麼樣的措施 我們如何執行這些措施 以及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具體的成果 那希望可以 大家可以了解 我們在這邊的努力 同時我們也希望持續 跟政府合作 共同打擊詐騙來守護大家 在網路上的安全 下一頁 廣告生態系非常的複雜 而且變化非常的快 加入的成員越來越多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大規模之下呢 我們要如何維持大家的安全 其實是需要持 持續長期的投入 所以我們持續投入新的技術 經費跟人力 強化我們平台上的安全 例如 我們就會使用Google的AI技術 和人工的審核來輔助 大規模而且快速的減少 處理違規廣告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 不良的廣告 如果它有被投放 在使用者看到之前 就已經先被我們攔截 減少使用者看到這些廣告的機會 那麼從2011年開始 Google每年都會發布一個 廣告安全報告 分享我們在維護使用者安全上面的各種作為 譬如說以最新的這個廣告安全報告來說 這是去年 我們全球刪除了超過55億個廣告 那麼停權了1270萬多個廣告賬戶 那同時有一些發布商 網頁他們放送廣告的權利 有20億被限制 那 另外就是在金融服務的部分呢 我們移除或者是停權了 2億7千多萬則 違反金融服務政策的廣告 這都是我們去年一整年來 在廣告安全上面的一些努力 下一頁 另外為了因應變 變化快速的廣告世界 我們也持續不斷的更新廣告政策 因為我想各位都知道 其實很多這個不孝份子會非常注意我們的廣告政策 會因應我們廣告政策的調整 而去調整他們的做法 所以我們必須要持續不行的更新廣告政策 譬如說以我們來說 在2023年我們總共調整了廣告政策31次 同時這些都會公佈在網路上讓大家知道 要舉兩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是跟台灣的這個詐騙比較相關的 一個是在去年的11月我們推出的廣告放送量受限政策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新的廣告主 你還沒有建立很好的行為記錄 我們不知道你是不是會是一個好的廣告主的時候呢 你的廣告放送是會被限制 你不可能一下就放送百分之百 那這樣的做法是希望 有意圖正當的廣告客戶 他可以慢慢取得用戶的信任 同時可以降低 可能有一些不良意圖的人要放送廣告的機會 那麼在今年3月我們進一步更新了 不實陳述或行為的政策 那違反這項政策的話呢 一律就被視為是最嚴重的違反 他是直接停權 那因為我們的政策有很多不同的步驟 那我們認為這個不實陳述或行為 就詐騙這樣的行為 他是最嚴重的行為 因此從今年3月開始 只要違反這個行為 就是直接停權 那我們希望這樣子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的 來防範這個壞人 來濫用我們廣告平台的 的事情 下一頁 那麼 我們知道在這個 詐欺犯罪危害防治條例 今年7月通過之後呢 政府針對所有廣告業者 已經加諸了廣告實名制的規定 那我想在這邊跟長官以及 跟媒體朋友報告 其實呢 Google已經在2020年 就已經全球落實了廣告實名制 我們在2020年在全球 就已經推出了廣告客戶驗證計劃 廣告客戶 不管是個人或者是 組織都必須上傳法定的正式文件 並且要主動揭露廣告主的資訊 那麼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各類廣告中 最容易遭到濫用的 也就是金融廣告 所以在2022年呢 我們在台灣以及 數十個國家推出了 金融廣告驗證 等於是 再加一層的保護 那麼 要在台灣 放送金融廣告 他必須要有台灣政府 也就是金管會的授權 證明他是可以在台灣提供 金融商品跟服務的人 他才可以在台灣投放金融廣告 所以這是我們兩步做的 廣告實名制 在2020跟2022 就已經開始在台灣實施了 好 那麼這一頁呢 我想跟各位看一下 我們目前落實廣告實名制的方法 右邊是一個動畫 左邊是這個靜止的畫面 只要是Google廣告 大家都可以查到廣告相關位置 包括廣告主是誰 還有出資者是誰 以及廣告主所在的位置 甚至呢這個上面還有一個連結 最下面可以連到廣告透明度中心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廣告主 他在過去曾經投放過哪一些廣告 這是我們的揭露的方式 好下一頁 好這一頁 那麼我剛剛提到這個 廣告資訊公開中心 這是我們在2023年推出的 所有被驗證的廣告 都會放在這上面 那他就像一個Google搜尋一樣 你可以進去搜尋 這個廣告主他曾經投放過什麼廣告 那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官員包括媒體記者朋友 社會人士 也都可以上去 去輕鬆了解說 廣告主 跟他所下的廣告的一些資訊 下一季 那麼我剛剛分享了一些我們一些實際的措施 跟我們執行的方式 我想要引用一下刑事局的一些數據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我們目前已經看到的成果 這個是刑事局公佈 在今年的第一季跟第二季 他們通報到Google這邊違法投資廣告的下架數量 各位可以看到第一季的話 總數量是三萬四千多件 而其中通報到Google這邊是一千九百五十一件 第二季的話呢 他整體通報是四萬七千多件 到Google這邊的是一千四百六十六件 那各位可以看到從第一季到第二季 其實已經明顯減少了四分之一 同時如果你把兩季的數據放在一起看的話呢 刑事局通報大概有八萬多件 其實到Google這邊的話 佔比是百分之四點二 這表示說我們的這個使命制 以及我們的這個 透明度的努力已經看到了一些成果 那當然我們的終極目標是持續降低 這些不法廣告被看到的的機率 下一頁 那麼賴總統最近曾經說過 打擊詐騙是政府最重要 而且最優先的施政目標 Google和政府目標是一致的 我們都希望能夠降低詐騙 對民眾的危害 其實從去年金管會跟我們開始討論這個 投信頭顧法的修法 我們就不斷的跟各個政府單位包括書發部 金管會等等 持續的開會討論 同時我們也辦過很多的工作法 讓更多的 政府單位了解 數位廣告的生態是怎麼運作的 那我們認為打擊詐騙是一個長期的抗戰 而且需要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的努力 所以Google這邊會持續的跟政府 跟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努力 一起打擊詐騙 來降低大眾受到詐騙的風險 我今天簡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Google的陳副總 現在我們請LINE台灣 林洛房副總經理進行 防詐簡報說明 市長 副署長 現場的所有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LINE的公共事務部負責人若凡 我在台灣負責 LINE在台灣所有的公共事務跟政府關係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有這樣子的一個記者會的機會 跟大家分享 LINE在公司協力 攜手反詐騙這件事情上面 截至目前為止的一些作為 以及接下來的一些規劃 LINE在台灣其實 大家都不陌生 每天LINE來LINE去的 在我們 非常的理解到 其實LINE在台灣 因為擁有超過 兩千兩百萬的月火要用戶數 所以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性 跟我們在對於防範 網路濫用的一些 責任上面 我們都深刻的理解到 特別是 網路詐騙這件事情 更是重中之重 所以 其實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花費了相當大的力氣 來做這件事情 過去雖然有點孤單 但是其實 慢慢的 其實從去年度開始 甚或是在更早之前 我們就已經開始感受到一些 產業聯防之間的一些需求 那我們也試圖去 不管是參與 或者是引導 像這樣子的一些聯防的工作 我們下一頁 這一頁呢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 截至到目前為止 LINE的一些 作為 剛剛 第一個重要的性 就是在廣告把關這一塊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去年的 投信投顧法 修法通過之後 對於金融投資廣告的一些 管理跟責任 那我今天非常非常開心跟大家 大家也很 我們其實花費了相當大的能力 在去做廣告的審核跟把關 非常嚴格的在做把關 包括一些像是 可能有觸法疑慮的產品 或是服務 他們要做投放的時候 其實都會被我們這邊直接做 就是拒絕 然後攔阻 那我們當然也不僅止於說 那廣告沒事 那其他的東西 你們就不管了嗎 當然不是 在帳號處置這個部分 我們也充分的理解到 不管是剛剛產業署的長官 報告到的 或者是 我們的 同業 先進門 他們分享到的 就是我們非常深刻去理解 這整個詐騙的產業鏈 他是怎麼樣去利用 我們不同平台間的跳轉 然後利用我們平台間的特性 比如說剛剛 產業署長官了解到 說封閉性的一些像 我們家的 Chairroom 他就是跟Google跟Meta這邊的服務 是非常不相同的 所以針對像LINE這樣子的一個賬號 我們其實也是 從去年度開始 我們也開始 非常大力積極主動的去 提早預測 高風險賬號 在他還沒有開始施行 他的詐數之前 我們就透過主動的方式 把他做封鎖了 此外呢 我們也跟非常多的 包括執法單位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包括165啦 然後 就是檢調體系啦 特別是還有數位部 其實也開始的一些 就是合作的通道 165這邊可能包括 已經有人受騙了 我們怎麼可能還讓 這樣的賬號繼續存活 那包括像剛剛市長特別提到的 一些投資名人 他們其實這些詐騙集團 他會利用你 通道時間的落差 因為 作為 通訊軟體 我們不可能主動 跑到大家的 聊天室裡面 去幫大家檢查 這也太可怕了 因為其實他也是加密的訊息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利用這樣子 不同的 通報的合作 然後還有我們透過一些外部 可以偵測到的一些 高風險的特性 主動的去下架 這些設詐帳號 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到 截至 7月31號為止 這些所有被我們 偵查到 主動或者是收到通報下架的 設詐帳號 總共已經有 10419個 那雖然沒有辦法像 剛剛 我們就是 陳副總這邊提到 那個數量上 可能沒有辦法跟其他平台比 但是我想跟大家強調的是說 因為我們做了主動 積極的政策 等於是在他還沒開始 施行 詐數之前 我們就爬下架了 所以他後面所阻擋掉的一些 比如說詐騙可能發生的案件 其實影響性是相當高的 那在產品面上 我們也針對就是比較高風險的 一些所謂的 陌生好友的單向溝通的 介面 場景 去加注了警語 提醒我們的用戶 你必須要小心在聊天室裡面 可能會產生的一些 潛在的詐騙的行為 那這些場景 不管是在聊天室 個人檔案 個人檔案的資料 然後LINE的官方帳號 甚至是在LINE的社群 我們都有加注相關的警語 那試圖可以多盡一點點心力 來提醒我們的用戶 要小心一些潛在的詐騙行為 下一頁 那在接下來的工作裡面呢 其實也像剛剛 就是次長提到的 還有我們兩位產業先進 剛剛提到跟 也許待會兒會提到 就是其實在這件事情上 公司 就是應該是說產業彼此之間 跟公部門之間 其實一直都有非常大力的協作 然後跟聯防 那在接下來的工作裡面 我們會持續的 讓這樣子的聯防工作 在通報的部分 我們讓它數位化 然後在流程的部分 我們讓它標準化 去這樣 拉高我們提升的效率 然後去降低 就是我們需要處理 這些案件的時間 那相信在這樣子的協力工作底下 一定會有更好的成效 下一頁 那最後這邊 讓我就是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其實在下半年 LINE這邊會推出非常多的 其實一直都有啦 那這是今年 就是比較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像在七月初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政令宣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非常的希望 可以利用我們平台上 因為我們 兩千兩百萬個用戶嘛 只要能夠觸及到大家 多一分提醒 多一分小心喔 所以像在Line Today的 台北電影節的 七月六號的直播破口上 我們也提供給數位部 數發部這邊有一個機會 可以去做一些 政令宣導的一些影片喔 那在Line Today 其實大家很喜歡做一些心理測驗 所以我們也會利用心理測驗的方式 去讓我們的民眾可以在 默默的狀況底下去 去參與跟了解 然後進而去 多一分的提防的一些心態 那在下半年最重要的資訊月裡面 Line也會 在我們的攤位上有打炸專區 這個部分也會跟我們的數發柱 做一些合作 那當然還有我們平台上最重要的工具 官方長好 我們接下來也會跟數發布 有一些合作 然後在這邊進行更大力的宣導 然後希望可以協助整個台灣社會 一起度過這個 詐騙的風暴 然後儘快把這件事情就是處理好 謝謝大家 謝謝賴林副總的簡報 現在我們請META台灣 陳奕如總經理進行META的防詐 簡報說明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司長 謝謝副署長 好 在座的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陳奕如 是在META服務 負責台灣的政府 和公共政策的相關事務 那我們在 這段期間其實 已經有很多次的跟 不管是數發部 或是相關的單位 不管是 我們台灣的部門 或是 其他國家的部門 其實都有到台灣來 其實我們主要目的真的是 想要了解 在台灣的狀況 以及我們去 提供我們現在的解放 那也謝謝 次長在這段期間 給我們很多指導 那這些指導 其實對我們在做未來的規劃 對相關產品的 設計 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們可以下一頁嗎 在META我們 在想問題 要解決 想解放的時候 我們想要先了解 問題是什麼 那剛剛其實 師傅組長 有做一個 這個 生態系的介紹 他是從 受害者 如何在網路上面 接觸到這些訊息的 這個角度出發 但從我們 我們這邊 其實 從 我們這邊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會發現 其實 我們應該從 可以從壞人 怎麼樣 運用這些 或濫用這些服務 來了解 這整個大的 這個 整個結構 那我們 這邊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這邊在平台上看到 一個詐騙攻擊鏈 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這些不肖份子 其實他們 非常有資源 他們的科技技術 其實也不錯 那 他們的這個資源 也讓他們有辦法做到一個 像一個 企業的方式去經營 所以 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看到的 這些詐騙集團 最先需要的就是 取得這個基礎設施 基礎設備 比如說取得這些 這個網路的 可以聯網的設備 手機啊 或是電腦啊 還包括了 募集 以及誘拐 這個脅迫 他們從事詐騙的這些人 那這些軟體 硬體 甚至人 其實是 他們的第一步 那這些 我們也可以在 進來的 新聞有看到 就是在一些 詐騙園區 大概就是 他們的這個 我們再講他們 第一步 那在第一步完成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要 第二步了 第二步就是 剛剛提到 他們需要讓別人 可以看到他 所以他必須要先創造一些 潛在受害者 可能會相信的對象 所以我們會注意到 詐騙集團 往往會濫用網路平台的 這個 社交的服務 去設計一些 假以亂真的帳號 那創造這些適合 誘騙受害者的這些人設 那我們也看到一些常見的手法 甚至包括說 是 駭入別人的帳號 駭入一個真實的 真實用戶的帳號 並潛伏在裡面 一直等到 適合的時機才出手 那當他們出手的時候 他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就是 詐騙集團會開始要接觸受害者 那接觸受害者 就是剛剛 師傅組長的報告裡面 有特別提到的 因為 他們要接觸 潛在受害者 讓他可以建立 這種信任和依賴 那這些接觸的手法呢 在網路上其實有很多形式 包括剛剛提到的 這種廣告的形式 但也有很多是 透過原生內容 或是簡訊 這種就是 私聊的形式 甚至是愛情詐騙這種社交工程 所以其實 他們會綜合了各種策略 然後 其他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讓受害者 可以逐步的上鉤 然後非常相信 這個 這個 這個壞人 那並且呢 在這過程當中 全面性的評估 怎麼樣去榨乾 這個人的錢 那 當實際成熟的時候 就會到 他要執行下手的時候 那執行下手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 基本上就是 看到實際金錢的遺傳 不管是叫他去銀行轉帳 或是網路銀行轉帳 或是提供他的個資 那這些個資 和這個金錢 其實都會是未來 他們 繼續去接觸 然後可以再 繼續 誘騙的這個 的做法 那 最後 當他們發現 可能已經有人注意到 或是 這個 這個 已經有人起疑心的時候 他們會迅速的 清掉他們所有的帳號 把這些機證全部都消 消滅掉 那 主要目的就是為了 讓這個 通報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不到這個賬號 通報的時候 我們也看不到這些資料 那這個其實 是他們為了要 逆中的這個 一個做法 我們下一頁 所以剛剛這個 整個產業鏈 我們在攻擊鏈 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發現 其實在裡面 我們相關服務 有被濫用的機會 有蠻多的地方 那同時間 我們也發現 我們其實有更多的 責任 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 我們目前 當然跟剛剛同業所有的都在講 這個是一個 共同一起要面對的 一個危害 那我們跟台灣的各界 不管是 同行 以及跟政府 跟我們的社會各界 其實都有很多的 這個防禦詐騙危害的做法 那首先我們先講 我們在平台之上 會先做的 我們在政策上面 已經有做一些更改 讓以前 可能比較 比較 寬鬆的定義 把它做更嚴格的限制 讓我們的 我們的 政策在執行的時候 可以更準確一點 那我們也透過AI的學習 去了解最新的趨勢 並且 去提高它的準確 判斷的機率 讓我們可以有辦法 在這些廣告出現之前 或是廣告的帳號出現之前 就可以做一些攔阻 那 第二個 是 多方的協防 那我們跟數位發展部 還有新興大局 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 各個夥伴 其實都有一個 快速的通報的管道 那剛剛 市長有提到說 這個 這個通報的 這個 查詢網 其實我們也會 未來也會跟 數發部 一起合作 然後我們去優化 整個處理的程序 讓這個程序 讓這個處理可以更有效率 更快的 這樣這個 不當的內容 不當的廣告 去做一些處理 那 我們剛剛在講 這個詐騙的供給網的時候 我們有特別提到 其實 對 我們的共同敵人 是詐騙 集團 那詐騙集團要被追 被找出來 其實也 我們這邊也會有一些 可以幫助的地方 那我們跟 行事檢查局 還有其他執法機關 一直有長期的互動 和合作 那我們都會依法 提供 執法機關 和他們相關的資訊 讓他們可以去追棄 這些詐騙集團 那這個詐騙集團 如果可以被 就是被 甚至依法 其實會對 所有的 這個打炸工作 是最大的 最大的 注意 和 最終目標 那 在身份驗證 部分 我們 對不起 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講主動偵查 多方協防 和協助追企的部分 我們都會 併齊的 在我們透明度 報告當中 將相關的 數據 和成果 揭露出來 讓大家可以參考 那 在 身份驗證 部分 我們在今年6月1日 6月初開始 將 針對 台灣 向台灣受眾投放的 金融投資廣告 我們開始要求他們 要將 出資者 和受益者 的身份 進行驗證 和揭露 那從8月1日開始 已經是一個 強制執行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還在 就是 我們現在 再看到 逐步看到 他的一些成果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透過這個揭露的方式 可以讓所有的 用戶 在看到相關訊息的時候 有更多的機會 去做驗證 然後 讓自己 可以 就是更清楚知道 潛在的威脅在哪裡 那 當然沒有 通過身份驗證的 這個 廣告當然我們就沒有辦法 讓他 在我們 比賽上 那 最終 其實我們還是會 很支持的是 全民 要這個 防詐意識 那我相信在台灣 在 那麼多年的經驗 不管是詐騙或是以前在講這個 不實訊息 的這個 協防 其實大家都非常有經驗 那我們在這個 過程當中 也非常 也非常自豪 有很積極的角色 不管是 透過公部門 和私部門的合作 以及跟社會福利 和學校的 社會部門 和教育部門的 宣導 其實從以前 蘇維市長開始講的是 剛開始講的是 不實訊息 但是我們後來 也加幫安全 最後在這 2022年開始 把這個 詐騙 當作一個 最重要的 主軸 我們也會 跟我們的廣告主 去做很積極的培訓 讓他們知道 如何可以避免 這個廣告 他們的廣告的素材 或他們的 他們的 一些 像 被誤用 如果發生 被誤用 被誤用 被濫用的情況 他該怎麼樣去做 通報我們 該怎麼樣 合力的協防 當然我們這個 線上線下 線下的教育 其實還是 最重要 因為其實 我們在做的事情 大家要 抵抗力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來 把外面環境清乾淨 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謝謝 Meta 陳總經理的簡報 現在我們進行 速發部與三大平台 業者的合影 宣示我們要 公私協力 聯合共同打仗 麻煩工作人員 是把那個 麻煩我們長官是 可以先站起來 在後面的 在這個 我們作業區的後面 我們請工作人員 將 這個座椅撤離 等一下我們會拍 兩張照片 第三張照片是沒有做任何手勢的動作 好 請 好 那麻煩我們 各位長官 五位長官 先看前面 再看一下您的左手排 左手邊的 攝影的記者 再看我們右手邊 好 我們再往中間看 在中間再照 再照一張 好 有沒有拍到照片的記者嗎 好 等一下 等一下經濟這邊 OK 那我們拍第二張照片 我們 做一個握拳的動作 好 宣示我們要用行動力來聯合打擊詐騙 我們一樣 先看正中間 這邊 OK 攝影那個這樣可以嗎 還是手 手勢要同 同一隻手 需要嗎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 好 那 麻煩長官看我們的左手邊 好 那看我們的右手邊 好 最後 最後 我們來看正中間 再一張 正中間再一張 請問有沒有拍到照片的記者嗎 都拍到了 謝謝 謝謝各位長官 那我們合影到這邊結束 接下來三大平台業者 將會先行 離場 那我們現場的會繼續進行媒體提問與交流 謝謝 謝謝Google 謝謝Meta 謝謝Line 謝謝 好現在我們進行媒體提問 我們媒體提問的時間是預計30分鐘 那在提問之前呢 我先提醒一下 因為今天的記者會是 強化網路防詐措施的 專長記者會 因此呢 我們只會開放 與網路防詐措施相關的問題 請問在場記者朋友有問題要提問嗎 中央社 好 想請教一下 剛剛確認一下 打架通報查詢 是不是我們預計第四季上線 也想再問一下 有沒有救濟的機制 因為好奇說 或也之前在相關討論 其他的頭腦都究竟體制 然後第二個問題想問一下 廣告投放的部分 就是想問一下 三大業者這個目前網路廣告的實名制 大概是何時上路 因為剛剛好像業者都只有提到 投資廣告的部分 然後另外也想確認一下 剛剛其實有些人說 台灣投放 投放投資廣告都有落實實名制 那比較好奇在境外廣告投放在台灣境內的廣告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有確認說 都有落實這個投資廣告的實名制嗎 謝謝 我們簡單回復一下就是有關於那個救濟機制 因為打到專法通過以後呢 他這個 通報下架這部分會是行政處分 所以他會依照行政處分的救濟方式來去救濟 所以這個救濟機制在當時打到專法設計的時候已經有考慮到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有關於實名制的部分呢 就如同剛才 專大平台講他們基本上都有做一些基本的實名制 那至於他是符合打到專法的實名制 我們會另外定一個相關的執法 來做一個統一的規範 現在目前呢 據我們了解就是 平台們的那個實名制他是沒有去分 境內投放或境外投放 其實都有 有做只要他是面向台灣的廣告台原則上 都有做一個實名制一張簡單恢復 時間的部分 然後剛確認一下那個行政的救濟是指說 因為我們 這個部分應該是不一定會經過法院的 就是認定就會來做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等於說 如果民眾有的話 等於是 就是行政 不願的部分 跟蘇華部來做行政數 月 跟時間確認一下是第四季 我們一定是第四季 沒錯 請問在場記者還有其他問題嗎 自由 請問 市長副書長好 我想請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這個 罰大通報查書嗎 請問是 其他相關部會 尤其是 內政部警政數 因為我覺得 整個通報流程 其實蠻像 之前的 165 防炸網 然後 因為 畢竟內政部警政數 他們是執法機關 可能比較有 這個 工程力可以去 去執行 可能 下架的動作 那 各部分有沒有跟警政署 勾衡過 他們的相關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 今天因為其他的 業者代表 他們 都簽行禮場 那可以問一下原因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沒有留下來 跟我們媒體聊聊 然後這個部分 因為可能外界會解讀成 會不會 業者對於自己的 打架措施 沒有那麼有自信 所以可能 不敢 就是 沒辦法留下來跟媒體聊聊 這部分 原因是 OK 先講說為什麼 三個 平台業者 他們先行離開 那個因為 事實上我們給他們 政府事實上 一直跟他們合作 但是事實上也給他們相當大的壓力 那他們也會擔心說在這個場合 可能會 各位媒體記者可能會問一些比較 比較尖銳的問題 他們怕說 那個 那個 抵擋不住 然後被他們的 那個 母公司 上 那個 因為他們都是 這個都是跨國企業 他們有很多的 壓力在 那我們也體諒到說 這個事情還是不要為難他們 那我們今天 很感謝他們 就是說在 過去這段時間 很多壓力都在他們身上 然後 我們剛剛也看到了 其實這幾家平台業者 那都 非常的努力在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 政府 一方面會給他們一定的壓力 一方面也是站在鼓勵的 的觀點 就是盡量不要太為難他們 這個是 就很坦白的講 就是 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警政署 警政署跟我們這邊的 那個分工其實也是蠻明確的 因為警政署 就是那邊他們接受的 報案都是必須有實際的 詐欺的行為 那個尤其是必須有財務損失 必須有財損 他們才會接受通報 那165這個通報網 他們事實上已經上線蠻久的 但是很多的 那個 民眾就抱怨說 網路上面這個 詐騙的這些廣告滿天飛 但是那個 他們那邊都不受理 事實上他們有他們的苦衷 因為本來警察警政機關就是 只有實際發生犯罪的時候 他們才受理 那我們這邊述發會處理的 就是一些 等於說是預備犯罪 我們看到譬如說 仿冒某一個名人 事實上仿冒某一個名人 或者講說 我有什麼 那個 發財的秘訣 那個你只要投資 那個1000塊就可以賺100萬 事實上這個 我們還不是很明確的 這種詐欺行為 但是我們知道他已經打算要做 詐騙的行為 這個所以我們 就是像剛才我們那個 師傅組長他那個 在簡報的時候的那張圖上面 看了就是我們是處理前端 這個預備犯罪的這個網路訊息 的 預防性的下架 我們不是處理 所以說事後已經犯罪 以後再做事後的追贓 還有那個處理 以上是 我們的說明 我們請 經濟提問 想要詢問一下那個前兩天那個行政院長有提到說要在政院那邊成立一個打炸指揮中心 我們想問一下就是說 之前 部長也有提到說要成立一個假訊息委會是否會在政院那邊成立 那也想問一下說有沒有已經跟行政院討論接下來要怎麼做 謝謝 OK 關於那個行政院的那一部分 因為現在是行政院應該 因為我們所知是行政院要加大那個打炸的力道 所以會有一些 就是在團隊上面的另外就是有一些調整 那這個事情可能要麻煩去問政院 因為我們這個是下屬單位 OK 那 關於那個假訊息的部分 這是我們下一個 下個階段才會處理的事情 因為 打擊詐騙是比較單純的 因為有詐騙跟沒有詐騙 通常這個是很比較容易 去判斷 那打擊假訊息的話 會更為複雜 因為有些訊息是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我們很難一刀切說這個絕對是假訊息 或不是假訊息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都是我們速度發佈 接下來要處理工作 我們在 打炸的工作 達到一定的成果之後 我們下個階段我們就會開始進行 那個打假的 工作 謝謝 請問在場記者還有其他問題嗎 Digitimes 請教 次長 這個我想請教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台灣被詐騙的只有老百姓 那軍公教有沒有人 也收到詐騙 那有沒有相關損失金額的統計 那第二個問題是 剛剛三家業者講的都 冠冕堂皇 那可不可以 告訴我們一下 這三家業者在台灣的廣告市場 的這個 營收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規模 那詐騙廣告 佔他們的營收比重 大概有什麼多少 那其他沒有來的 平台是比較沒有詐騙的 一個情況 OK 關於軍公教的部分 那個 如果說軍公教人員他在上班的時候 受到詐騙 而且是因為 政府機關本身受到詐騙的話 這是一種處理行刑 那那個軍公教人員下班以後 他們事實上下班以後 他們就是一般的民眾 那他受到那個詐騙 我們基本上就是依照一般的處理方法 去處理就可以了 那關於那個 那個就是詐騙廣告 佔這幾家平台的 營收了多少 這個 有很多的傳說 但是因為這個是 我們並沒有確實的資料 那這個可能要請 去問那幾家平台 那 據我們所知 他們要統計也沒那麼容易了 那個我必須幫他們講一些話 我們 我們很努力的在跟他們溝通 那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 我們是希望往正面的方向 就是我們盡量的去合作 而不是一下就做那個 一些處罰 或者一些 就是做一些負面的事情 因為這個 我們剛才看到就是說 在這三家平台業者 他們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他們的 公司的這個營業額可能 大概都比我們那個 術發部的經費要大很多很多 他們有很多的能量 去處理這些事情 那我們非常希望就是 進入一種正面的循環 讓這些 民間的業者 他們利用他們的資源 去做防炸 而且他們本身就是可以接觸到 所有的用戶所有的資料 由他們主動 而且很樂意的來做這些 防炸的措施 會比我們 由政府來做 更有效 謝謝 謝謝 再講 記者朋友還有問題嗎 我們請經濟的惠民 市長想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網路通報 是 民眾只要通報 詳細網址 就可以 標準要下架 我想我們看別的標準 會是什麼 如果有 就是 隨便 只要接網址 就可以下架的話 那會不會違反 廣告 判登廣告 的 跟 這個 台的 互相之間 這個 契約義務 我們等一下去防止掉這個狀況 當然 不是 我們這個 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 不是說民眾上去通報 就可以 就馬上上架 下架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那 現在 在網路上的詐騙 最嚴重的是 就是 仿冒一些公眾人物 我們收到這種通知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直接 由訴發部這邊去跟那些 把這個 通報的訊息跟那些公眾人物進行 確認 然後由公眾人物本身 他確認說是不是 那個 是不是 仿冒他的身份 然後我們確定以後 我們再去通知這些平台業者 那因為是本人確認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 不會有什麼爭議 那另外的話 就是 另外一種詐騙 就是 譬如說 之前有一些 仿冒 交通部的罰單 那我們直接 是直接就 馬上 自動分案 去給 交通部 請他們確認說 這個是不是仿冒 的 交通罰單的 訊息 然後請他們做 確認 確認以後 如果 的確是詐騙 我們就會通知這些 廣告平台進行下架 那當然還有一些狀況是說 我們交通部或者是衛福部 他們可能會 判斷說 這可能是高風險 或者是無法判別 那也會有 各個部會 他們去 進行 判別 對於高風險 還有那個 無法判別的 這種 通報 我們不會 馬上 就立即進行下架 我們只是會在我們的 那個 網路詐騙 通報查詢網上面 做一個 標示 就提醒民眾要注意 謝謝 科技島 市長好 我這邊是科技島 因為之前像蝦皮 買家 詐騙 這個也 就是現在也蠻常見 但是 還蠻多民眾 還是不知道 有這樣的新型的 詐騙狀況 但像這種他是透過交易的過程 寫訊息 這個他們如果要通 在那個通報網上面 的話 他會怎麼 他會怎麼顯示 因為他不是一個 網址的狀況 對 他是用蝦皮的那個 不是一個那個訊息的 的過程 然後 就是去騙他們的 錢 這樣 就假買家 但他不知道要怎麼通報 如果是這種狀況 這個說明一下 就是說 他您指的應該是聊聊裡面的訊息 被引導到所謂的一個 釣魚網站 釣魚網頁那個部分 但他因為他前端可能都會有一個 賣賣賣賣的一個廣告 這個廣告只要是有網址 URL 我們這個 網路詐騙 通報查詢網 還是可以協助 處理下架的部分 至於說他如果轉出去 變成一個釣魚網站的話 那就尋現有的機制 比如說警政黨他們都會跟RPD的機制 去下架這個 那個釣魚網站 以上說明 我們請公商提問 我的類似也有點類似 我的提問也有點類似 但我是比較好奇 如果在封閉群子 比如說有人加我好友 然後開始跟我聊天 然後 這樣 還是很多民眾會因為受手段 但他也一樣沒有那個網址 還有什麼 基本上 在封閉的群組 或者是一對一私聊上面 這個地方 就是會有 民眾隱私 跟言論自由的 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剛才那個 其實我們在簡報中 也解釋了 就是我們要在 盡量在民眾被騙到 這個封閉性群組 或者是一對一私聊之前 我們先 把這個訊息 做預防性的下架 或者是提醒民眾們 要小心 那一旦民眾進入到這個 封閉性群組的話 那個就是非常危險的 狀況 但是因為 我們台灣 再怎麼說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 我們政府做任何事情 還是必須依照 憲法以及各種法令的 規定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 想辦法 進行 那個 民眾的教育 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地方要小心 謝謝 請 新唐人 好 然後就是想請 我們目前看到 跟剛剛那三家平台 我們現在合作下樓 有沒有看到一個 什麼樣的成效 可以和我們分享 或是 接下來我們的目標是 你的次長 關於成效 其實剛才幾家業者 他們都 在簡報中都有提到 事實上他們已經 主動去 各自用那個 AI的方式去做偵測 已經是 查獲不少的詐騙 把它 已經下架 那像LINE 他們也把一些 那個 詐騙的 帳號 直接把它 關閉了 這個地方其實他們都有做一些事情 只是說 因為這個詐騙廣告被下架以後 我們就看不到 我們就覺得好像他們沒做什麼事情 然後LINE的那個 詐騙的帳號被 被封鎖 被移除以後 我們也看不到了 看不到以後民眾就 可能我們就覺得說好像他們沒做什麼事情 事實上他們還是有做一些事情 雖然那個 雖然那個很多詐騙發生在他們的這些平台上面 但是我們也必須 就是 平心而論 他當他們做得很好的 時候 我們應該給他們一些 那個 提一下 謝謝 你請風傳媚 謝謝 我是風傳媚記得 剛才的問題 我想要再多了解 有沒有比較量化的情況 就是說 像剛才各個平台都有提到說 他們可能有下架或是 說發布這邊有 目前 上半年 或是說 開始進行打炸的 措施之後的 成效 比如說下架多少 或是 減少了多少的 耐損等等 就在 前幾天我們那個 部長的商人100天的記者會中 其實我們已經 有一些那個 簡報當中 已經有這個數字 那 抱歉 我們今天因為沒有 因為已經報告過了 沒有另外準備 那其中一個就是 那個 我們跟 一些 公眾人物 我們現在 在 44位 著名的公眾人物 那他們的 仿冒他們身份 那個幾乎 每天都會有 幾十則的 通報 要求我們下架 那這個數量 在那個 7月多的時候 達到高峰 那大概是因為我們這個機制已經發揮他一定的效果 在7月以後這個數量就 開始往下降 謝謝 謝謝 請 經濟 的玄妙 市長教授 我再追問一下 你剛剛有提到說 初步現在是 打架是 沒有 那接下來要 再打架 那我們想到說 打架的部分是 你們這邊要處理嗎 還是會 跟民間 去討論 那 這次 這部分你們要怎麼去判定 因為這些訊息 是假訊息 是否用立法 還是要修法 謝謝 這個問題非常好 因為那個 假訊息 這種事情 事實上是 並不適宜 由政府 來做 主觀的判斷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 言論自由的 所以我們的計劃是說 我們會由 政府建立一些機制 跟平台的架構 但是 判斷真假訊息 這個事情 必須交由一些 NGO 或者是民間單位 來判斷 那他們的判斷 當然就是 也要是 由一般民眾 在判斷說 這些 民間 NGO的機構 是不是可信 這個會我們要建立一種 就是 生態系 就是判斷真假新聞的生態系 那這個 我們會朝這方面來發展 謝謝 請 中央社 市長想來確認一下 這樣子這部分 假訊息的部分 會有另外 收法 或者說要 其他的刑法 這個解釋 然後第二個想來確認一下 是那個打發的調查 情況 的部分 上線階段的服務第四季 是等於說全部都會 就是名人的部分 我們先優先 還是說 就是全部 就是 當地廣告這些通報 都可以 一次上線 確認一下這個階段性的問題 然後還想確認他那個下架的時間 我們這邊 目前有討論說 這個三大火台下架的時間 大概是平均12小時 想問一下說 那我們是 接下來第四季 希望上線之後這個時間 大概有下架到什麼樣的用 謝謝 關於那個下架的時間 我們現在並沒有 明確 很明確的目標 抱歉 因為我們才剛 還在測試的階段 那我們這個測試 還有那個 Launch的那個時程 我們會 逐漸把這個 這個 網路照片通報查詢網的功能 逐步開放 就是 先用 就是這個事實上是 軟體產業 很常見的方法 就是先做alpha test 然後beta test 然後再來 才會全面開放 也就是先做封測 再做公測 然後再 全面開放 那我們這個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陸續把 各種 功能 還有那個參加的人數 陸續會增加 那我們很希望說 這個 事情會 那個 就是 有階段性 而持續性的 展開 那關於那個 假訊息這個 事情呢 這個當然是 還是要 課會的 通力協作 這不是單單 書發部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 也可能會有一些 立法的事情 但是對書發部來講的話 我們最重要是 我們是提供一個 技術的 工作 那我們的 想法就如同 我們之前講的 就是說我們要用 AI 對抗 AI 詐騙 然後用科技對抗 科技詐騙 那我們認為說在 社群媒體平台上面的 假訊息 也必須 利用一些類似 社群平台的機制 來對抗 那也必須再次強調 就是說我們這個地方 更需要民間 機構的協力 那在 對抗假訊息的話 就是 應該是一些 NGO 或者 就是我們希望跟他們來 合作 對 對 這個 這個事情我們後續再討論 針對的訊息 要是廣告 這一塊 就是 蘇發部這邊是 那個專長是針對網絡 廣告平台 那現在那個打在 通報查詢網 他的訊息 也是針對廣告平台 就是如果說 像臉書的一些 那種 租屋社團 然後購物平台 這種民眾自己 去貼的 他 不是廣告 這一塊是不是 就 不會規範到 現在 我們這個 網路詐騙 通報查詢網的話 不一定是廣告 只要是涉及 那個詐騙了 事實上都可以通報 都可以查詢 因為前幾天就是 本週的那個 上一個記者會 就是 一次有報導說 就是 有擔心說 TikTok 是不是中止 這一塊 那 這個是代表說 目前 是 官方 政府官方的 認定是認為 TikTok 他可能 有中資嗎 請確定 關於TikTok有沒有中資 這個事實上是很大的 問題 因為美國國會辦了很多 聽證會 結果他們自己也沒辦法判斷說 那個 TikTok到底有沒有 算不算中資 這個在 我們都看到新聞嘛 那個那麼多的 聽證會 所以這個 因為在現在在這種 財務的那個控股操作上 是非常 複雜 那我們也非常希望 就是說美國 這邊看能不能 那邊得出一個結論 OK 對我們現在先看美國那邊的判斷是怎麼樣 我們 可以拿來做參考了 當然 主要 應該會相當有 參考價值 請問在場的記者朋友還有其他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記者媒體朋友 chiar面會有一個慶恩 我知道 真的